这是有人懂我孟晨真 街头艺人怎么样要上舞台 一起来看看 今晚我终于能够用自己 全部心血去写的这首歌 把它带上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会拼他命的去唱 只怕会摇摇 又要组织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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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乞讨 不想我能够明昭 你算是刚好 孤独也没什么大不了 不需要 不需要 我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爱乞讨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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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浪购到 不需要 没力也没什么 打扰不了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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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最珍贵的 因为有那种害怕 害怕 失去 你会更加的去挖出你内心的那个情感 今天有被你感动到 我会继续努力 未来 未来 这条路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走得很幸福 我想 特别讲个事情 就是在 盲选的时候 就是 因为选完导师之后 就是要下去跟导师拥抱 然后 华坚老师就是跟我拥抱的时候 就他跟我拥抱的时候 他就在我旁边讲说 辛苦了 你先写一写好了 我来接话好不好 我也跟你一样 其实呢 这个舞台真的会给我们一个梦想成真的感觉 尤其是街头艺人 有可能 这个是可能他一辈子里面唯一一次的机会 可是他掌握得非常好 恭喜你 小秋 恭喜你 其实比较好一点了 我现在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些年来都是一个人在唱歌 所以人家就是走过去大家都不认识你 所以不会有人听你唱歌 你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唱 就是想特别跟老叔是谢谢 就是 就是 您说那句话就觉得 我觉得我就这十年来这样唱 就有人懂我 这有人知道我在干嘛 知道我在真心什么 华健大哥有台湾的这个街头艺人的001号牌照 是学长 你们应该再来一次拥抱好不好 啊 哇 耶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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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